今天带大家在这个身不见底的地方体验一下批发艇 走了 刚刚没有带Gopro啊 这边我带用Gopro带你们游一圈这个 湍溪线上海拔5000米的湖坡 带着你们游身不见底且看不到边际的湖 5000米的湖啊 你们要自己来戴影机瓶啊 走了 真的正前方我现在正前方 带你们感受一下前面有台机器可以看到 就是完全是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你就在这个湖上吧 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水到底有多深 然后也不知道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是就这种未知感也会让人觉得很刺激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去玩皮划艇的话 首先是健身里面有一个叫做俄罗斯转体 俄罗斯转体就是要靠身体去摆动中心 因为这个船也是你要不摆好就会 你看它就会晃一晃就会翻过去 而且你的腿是卡在里面的就很危险 然后手要握到一个平衡的位置 然后滑的时候靠身体发力 然后如果你想转弯的时候怎么办 看好了如果你现在想往这边转 你就需要看 然后再打这边就转了 如果你想往另外一边转的话就是 打这边 到这边就往这边转了 这就是转向的作用 OK我们继续滑了 我带你们看看前方 是不是跟我眼睛看到一样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跟大家讲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下川西线 然后看一下这种海拔5000米的湖泊 就你看我现在不滑 逃离我的公主人员 我觉得在这聊聊天还挺好的 很安静很舒适吹着风 但记得一定要穿户外的衣服 因为这边很容易失温 就像我现在手套已经湿了 如果你身上也是冷的话 就很容易失温 造成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这会儿的水深大概已经有很深很深 你看插不到底 但是你能看到底 你会假象以为它很浅 然后水真的很冰 看 但我穿的今天是户外的防水 所以没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前滑一滑 然后就掉头回去了 现在带你们沉浸式划船 我就不说话了 走了 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掉头了 回到岸边 今天运动量应该很大 走回去了 看我背后也是看不到的 但其实如果今天没有雾的话 我相信咱们现在看到划船 你还可以看到我身后肯定是雪山 各种雪山 然后你就感觉你离云非常近 就在雨河边上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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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个好心人把我拉上去 OK 小红书 好